亲爱的各位家人 大家现在好 非常非常开心 我们群里面优秀的 宇和峰润老师 现在来到了这个群里面 今天和明天晚上 将由他带出他的一个分享内容 有关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一个扬声和灵修方面的专题 那么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老师 给我们带来今晚和明晚 精彩的分享 谢谢 谢谢宝珠老师 那么我呢 这个在前几天呢 宝珠老师呢 就是告诉我呢 就是想要让我分享一下 有关地球扬声事件的 这个有关这个高我的一些情况 后来呢 我根据我这几天 又接收到的一些信息 或者说我个人的一些情况 那么感觉到呢 跟大家需要分享一些 这个我知道的事情 所以这个我就答应了 这个宝珠老师的这个请求 然后呢 把自己的这些经历 或者说知道的一些东西呢 整合在一起呢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些内容 那么在这儿 我首先呢 就是感谢一下 艺能老师 还有呢 群里的各位管理员 为大家呢 就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分享的空间 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一个时间线里边呢 有一个共同 这个成长的这么一个环境 所以在这里呢 首先我向那个艺能 以及他的周围的这样的一个小团体呢 表示感谢 那么他们奉献的这样的一份大爱呢 其实也是给到我很多的鼓舞 我想在群里的很多的家人呢 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那么在这个时空点里边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 来获取了不同的信息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也愿意呢 把我所经历的和接受的 这样的一些信息呢 整合出来 成为其中的一个角度 供大家去参考 如果对你有帮助 那么这是我所希望的 如果没有帮助呢 您可以直接略过 我思考了一下呢 就是所要分享的内容 所以我把我分享的这个内容呢 大体归纳成了几个小方面 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主要就是六个方面 那么这六个方面的前两个方面 是关于地球扬升事件的一些信息 和我个人的一些理解 那么这个内容呢 实际上是和我的个人经历 紧密相关的 那么我的所有的这种理解 包括下面我对灵修的一些这种理解 都是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有关 或者说呢 是以我个人的经历为基础 又阅读和看到了很多 就是现在灵性圈子里边的一些相关的人 或者说相关的事情 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相关的一部分信息或内容 所以在这儿呢 我分享给大家 然后呢 希望就是说 对有益的人 或者说有缘的人 有所帮助 我个人的灵修的时间 或者说真正进入到灵修 了解灵修 时间并不长 到现在呢 就是差不多呢 快两年的时间了 也就是说 我接触灵修 或者说了解到有灵修或地球扬生的这个事件 是在2017年的8月份 那么8月份的这个某一天 可以说是彻底的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让我呢 就是对于这个世界 对于我们的宇宙 有了一个彻底的认识 所以说这一天 它可能也意味着是我的一个重生 在我这个经历到这一天之前呢 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 我是过着我自己呢 认为比较普通 平凡的这样的一种生活 但是呢 在2017年的时候 实际上我已经开始陆续感受到了一些 我自己呢 完全理解不了的一些事情 那么在我真正被开启之前 那么就是说 我经历的很多的这个体验当中 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就是也包括了这个顺境和逆境 那么在我的这个顺境当中呢 就是主要是体现在 我个人的一些这种发展上面 也就是说 以我个人喜欢 或者说我的爱好为基础 我想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比较顺利的 那么在我这个程度上来讲呢 也就是说我求学 像我们大家知道的上学求学的这个过程 对于我自己来讲是比较顺利的 可以说我按照我自己内在的这样的一个 意识的这种需求 内在的一种感受 我一路呢 可以说上到了就是最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完成了我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梦想 所以说这一点来讲呢 是我是很顺利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它也是给了我非常大的自信 让我能够感受到 只要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用心去做 我一定会做到 那么在我所有的求学的过程当中呢 并不是说 像很多人感觉到的 好像 对于有些事情想起来呢 就像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我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是完全体现出了一个 就是我自己 如果很喜欢 我下节目去做的话 我会付出我所有的努力去做这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呢 最终的结果对于我来讲呢 也是这个成功的 但是呢 对于我个人的一些处境 或者说我之前的一些 这个学习的基础来讲 对于别人来讲 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在我这里呢 我自己完全经过 我自己内在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也好 或者说内在的一个机制也好 让我呢 达到了这个学业的一个顶峰阶段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是应该说是很顺的 带给我很大的一个 内在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另外呢 就是也让我呢 就是开始在表述表达 沟通方面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那么对于这个顺境的这个层面呢 主要是体现在我内在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追求层面 那么对于在外在的环境上来讲 实际上我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可以说呢 在到17年之前 就是实际上是可以说在我的工作和 主要是体现在工作的环境上面呢 可能体现出来的就是这种逆境 是越来越明显 当然社会环境当中 它是一个大的这种环境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出来 我们的社会环境 或者是人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实际上是与我们发展的这个时间段呢 它是相悖的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现实的环境当中感受出来的 我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 这个结束了就是我大概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求学 然后回到了我的这个家庭 还有呢原来的这种工作单位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本来是我就完成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希望回归家庭 回归自己的这个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 然后呢做自己所能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在这个到17年的阶段里边 我却发现呢就是我工作也好 这个家庭包括呢其他的一些这种关系 都开始变得越来越艰难 那么所有的这些关系 到2017年的这个4月底的时候 基本上呢我所有的这种关系 就是工作关系 家庭关系 包括呢这个周围的一些朋友关系 可以说全部面临着一个绝境的一个状态 起码在我的内心的层面 是让我感受到了所有的这样的一种 无法再去违纪 或者说我看到了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 我的身心灵层面是属于四面楚歌 以至于其实那个阶段 我对于整个的世界和未来是 没有任何希望 可以说真的是到了一个 生无可恋的地步 那么在那一段阶段里边 基本上我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抑郁的状态 如果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 没有人能够指引我走出我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心境状态的话 那么我可能真的是会放弃所有这个人事的这一切 也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之下 那么我也在内心还是有本能的一种希望 希望能够有人帮我解开我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是找到了第一位开启我的人 也是国内的一位修行人 当然他的出现其实也是在我被开启之后 我知道那也是被我准备的一个既定的要开启我的人 所以在我五月初的时候找到他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他 他就告诉我 我之前所有经历的一切 其实都是考验历练和准备 然后在那第一次的接触之后 他其实就 因为他是一个年龄 他年龄不大 但是呢 是一个一个 应该说是从小修行的一个年轻人 那么他能够通过他的方式 看到人的一些前世今生 所以他通过他的方式就已经 或者说实际上他能给到我的信息 也是我的这个高我的团队 我的指导团队就是给到他的 那么在他给我讲述我未来要做的事情 以及我可能之前与他们之间的一些这种因缘关系 在第一次的时候 他已经就给我讲述了一些内容 但是他所说的内容对于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 关于修行 关于灵性 这个是我可以说 是一张白纸 我之前可能 唯一接触到的 或者说比较多的 那大概就是我们这个中国 有着很深厚的一个基础的这个佛教 对于佛教的东西呢 我多少就是接触过一些 也曾经接触过就是一些这个师父之类的 所以在这个层面呢 我是对于佛教多少有些了解 因为我的这个学习的专业的关系呢 就是我对于这个宗教 也是相对于了解的呢 比较多一些 像这个基督教圣经 那么也是我了解的稍微多一点点的东西 但是跟这种信仰 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距离 对于中国的道教 其实我也只是呢 就是知道那么一点点 真正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内容呢 其实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在他给我讲到的这些事情里面 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就是 不同的一些宗教的内容 但是这些对于我来讲呢 就是说我完全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些联系在一起 和我自己联系在一起 所以他讲了一些事情呢 我隐约有一些感觉 但是呢 我又非常的排斥 就是逃避这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跟这些东西呢 是距离非常非常遥远的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不想呢 就是把一些这样的东西呢 就是跟我自身 就是完全挂在一起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本能的感受 所以当时呢 他在跟我讲述这些的时候 我内心实际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 我呢 就是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我只是在我自己喜欢的 感兴趣的这个层面 就是做到了一点 我认为还可以的这样的事情 那么与他所讲的那些内容呢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联系起来 所以呢 他这个跟我讲的一些这个东西呢 我是有一些排斥 我觉得与我的这个距离太大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些东西 实际上从17年3月份的时候 或者说 从他帮我去梳理我17年 就是年初的时候的一些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他问了我很多的问题 这个不像催眠的那种状态 但是呢 也是问了我很多的问题 在他问的问题当中呢 就是是我呢 就是没有经意 但是在我回忆的时候 我确实是感觉到 我经历了他问到我的一些这个 问到我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是让我呢 觉得非常非常奇怪 莫名其妙 我心里其实又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那样的一种恐惧 但是呢 这个他所说的所有的事情 我在当时我也无法就是完全接受 所以这个状态其实一直是持续了几个月的 那么在这之后呢 实际上我的经历呢 就是并没有停止 而是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开始了这种加剧的一个状态 那么当时我的那个状态呢 就是 也是可以说非常非常艰难的 见到我的第一个这个引导人呢 就是可以说他解开了我 在四月底之前感受到世俗 社会给我带来的这样一种逆境的一种状态 他帮我解开了这样的一个谜 可是呢 又把我带入到了另外的一个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状态 而且在接下来的一些这个经历当中呢 可以说更让我呢 就是无法就是理解 带给我的那样的一种 我无法理解的状态呢 就是可以说让我的内心呢 感受到了这种说不清的那种恐惧也好 或者说压力也好 我的各种感觉都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复杂性呢 主要是与我经历的亲身经历和体验的东西呢 就非常多 我的身边就开始 或者我在我的周围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呢 我完全按我 按我的这个原有的思维认知和逻辑判断 就是不相符的事情 我完全无法解读 就是在我身上为什么发生了很多很多这样 无法解释的事情 或者说给到我的一些信息 那一段时间实际在我经历的过程当中 我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梦 那么在梦里 说是梦 实际上自己就像一个演员 他就像电影一样 那么你是在这个里边亲身经历的 亲身经历的那样的一种感受是 用我们看电影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真的是在这个梦里边给到我很多不同的这种信息 然后呢 我就无法理解 那么他在这个我的梦境当中就是要传递给我的一些东西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还完全不知道有灵性修行 有灵性这样一回事 所以他给到我的一些东西呢 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 但是我又很明确的感受到了 就是我梦里边梦到的这些东西 就是与我有关系 但是呢 有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又与我有这样的关系 我是完全已经蒙掉了 可以说 就是在我所有的认识的这种世俗的 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老师 包括我可能曾经接触到的这个有关佛教的一些师傅 他们已经完全 我知道在他们的层面也完全无法去帮我解开 我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实际上我与我的第一个引领我的人呢 就是接触过几次 每一次他都会给到我一些 非常就是重磅的一些这种信息 但是呢 他越是这样说 我就越是感到就是自己呢 就是无法理解 甚至是无法控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在认识他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已经很自然的认识到了 就是第二个开启我的人 那么这个先后可以说是都是在进行铺垫的 所以在我经历了就是一些很特殊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 包括我家里这个老人的一个趋势 都是成为开启我的这个一个设计的这种 这叫什么呢 就是缓解 在我就是尤其是非常紧密的一个就是体验 就是我在17年的7月底到8月中下旬的时候 我是到香港的一个大学去学习 在这个大学学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呢 就开始呢 就是有了更为就是 直接的就是在梦里边的这样的一些体验 在梦里边他给到我 或者说让我体验到很多 我真的无法理解 而梦里边的那种感受 又让我呢 就是说几乎吓得要死的这种感觉 我都已经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正常的这种生活 所以那个状态可以说 完全影响到了我当下的所有的这种方方面面 整个的那个过程下来呢 就有点像 有的人可能听说过的 就是有些农村的 有一些就是可以通灵 可以帮助人通过通灵的这种方式去看病 或者说去看事的这样一些人 这样的一些人呢 因为我之前有有机缘就是了解到一些这样的人 就是像他们呢 在最初的时候也不是说 自己一开始就拥有这样的能力 而是说可能有一些这样的灵体 或者我们今天来说 就是高于三维的这样的一些灵体 他们会选择一些就是具备这方面潜力的人 或者今天说的人这种通灵的管道 他们有一些人确实是具备这样的一些素质 然后会找到他们 让他们呢 作为这种管道去做一些事情 那么有些人呢 是不太愿意就是做这样的管道 但是呢 一旦被选中 就是这个并不是由他自己说了算的 所以他会经历一系列的事情 然后呢 到最后就是不得不接受 就是这样的一个被选的这么一个命运 然后呢 去从事一些事情 当时其实在我的经历的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好像我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实际上从第一个被开启我的人 他讲授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是很排斥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距离我太遥远了 这些事情根本不是我能够承担 或者是我能够做的 所以我那一段时间 几个月的时间里边 我其实都是这个逃避 排斥 不愿意去主动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呢 随着给到我的一些体验的不断的增加 我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 就是我逃避没有用 我必须去主动的面对这件事情 无论呢 就是他们告诉我的一些事情是真是假 我都需要自己去解开这个谜 因为到最后实际上 他给到我的一些画面的信息 已经可以说是 在我的内在已经完全理解到那些画面 就是开启我的人的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 他讲述的我的这个使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个画面已经可以说在我当时的一个理解看来 到今天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已经完全呈现出了 就是以画面的形式已经完全呈现出了 就是我将来要做的这个一件事情 所以包括就是我家里就是老人的一个趋势 完全让我已经就是无法去逃避 那么这些大部分的这种梦境的体现 都是在香港就是出现的 而且在香港的时候 还有呢就是一些 我非常自己呢就是无法理解的事情 就是在香港的时候 因为我学习的这个单位吧 就是这个地方 它主要是涉及到了这个基督教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跟我自己的这个研究的一些方向 或者说研究的内容是相关联的 所以我是到那个地方呢 去选择学习和了解一些有关这个宗教的一些知识 所以这个组织学习的这个单位呢 他们就让这些学员呢 去到香港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教堂教会呢 去参观 然后当我们去到其中的一个这个教会的时候 进入到那个教堂里边的时候 我就开始就是没有任何缘由的 就是不停的就是就哭 甚至呢在那个整个的教堂里边 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要控制不住了 真的就像嚎啕大哭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一边就是不停的 就是这种刷刷的 好没有没有任何这个前奏的这种哭流眼泪 然后呢就是一边自己还在内心就莫名其妙 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当时的这个人的状态 就是完全是分裂的 就是两种状态 我完全说不清 就是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 会有如此强烈的一种这种反应 因为在我之前呢 就是说到佛教的一些地方 再去一些这个佛教的地方 我是或者说有这种佛像的地方 像比如说去洛阳的这个石窟的时候 我看到在那个洛阳河的那个洛阳的对面 看到这个佛陀的那个巨大的雕像的时候 那有一个有一块说明的那么一个这个石板 上面写着就是说 用你的眼睛与这个佛陀的眼睛去对视 你会有所反应 当我试着去做的时候 我用站在他的对面 感觉到用我的双眼去对视佛陀的眼睛的时候 我也同样是有这样的感觉 感觉到自己的眼泪就哗哗的就流出来了 自己说不太清楚 但是呢 就是真的是用那种感觉 所以我在香港的这个教会里面 经历了这个让我无法解释我自身的这个状况 那么到他给到我很多的这种画面 就是我已经意识到就是 我无法再去逃避这个事情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我还经历了就是我家人的去世 在我家人的去世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呢 我看到了他的灵魂 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那是灵魂 但是我的内在给到我的一个信息 或者说当时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我本能的一种反应 我觉得这是他的灵魂 所以这个也是 我家人的去世 也是在我被开启的过程当中 设计的特定的一个环节 让我去感应 或者说感知到这些东西 所以在我结束了香港的这份 这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呢 我就决定要去面对 就是我所要面对的这一切 因为我知道 我再逃避是没有用的 我必须要去面对 如果我再逃避的话 可能我还继续要 就是去体验 就是很多 或者说更多 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 我要去面对这件事情 无论怎么样 我要找到就是最终的一个答案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我回国之后呢 我就联系了就是第二个开启我的人 那么我把我的情况和我的困境 和我的所有的问题 就是都告诉他了 因为在之前其实我跟他沟通 是有过一次 他已经给到我一些信息 让我知道就是我无论怎么样 我无论怎么样去逃避 可能我自身的一些注定的 这样的一些命运 是无法逃避的 所以在我结束了 香港的这段学习的时候 我就回国呢 跟他就是约了一个时间 也就是八月底的一个 八月底的一天 那么在那一天可以说 他带我回到了 我的灵魂来的地方 让我见到了 我该见到的人 那一天可以说彻底的 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改变了我的价值观 改变了我对宇宙 对地球的所有的认识 那么在我那天的经历过程当中 我并不知道我当时 他这个老师和我 或者说对我的这样的一个开启 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这个是到一年多之后 我才知道这个叫催眠 当时我在这个老师的指导下 那么就是进行了我 这个人生第一次 就是这样的一个催眠 在催眠的过程当中 他告诉我了 通过他的引导 我回到了我的灵魂 被创造的地方 见到了我的灵魂家族的人 那么他们亲口告诉了 我自己所有的一切 以及也告诉了 我来到地球 太阳系的这个地球 我的工作是什么 为什么我要经历 所有所有那样的一些事情 那么甚至呢 就是包括 所有宗教的关系 所以我来到这个太阳系地球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那么以及相关的一些事情 可以说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边呢 以这种非常简洁的方式 把所有的这一切告诉了我 在我被开启 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神奇之后 我的这个第二个引导人 他告诉我 实际上那个时候 我对于所有的事情是完全是未知的 我相当于就是在突然的这样的一个机缘里边 然后完全接触到了彻底的 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两种世界 在我的这个引导人里边 他告诉我呢 就是这个宇宙的维度是12维 那么我呢 是这个回到了11维 也就是我的灵魂被初创的这个维度 那么在之后我 接下来的一些自己的感知和体验当中 我逐渐实际上了解到了 更多的一些信息和知识 十一维可以说是宇宙的一个主要 当时知道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灵魂的出处 同时呢 在我这个被开启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直接告诉我了 就是在地球的这一季文明当中 那么我第一个成为的人 包括呢就是以及 接下来相关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 包括我自己呢要做的一些事情 都在这一次催眠的过程当中呢 全部呢这个呈现给我 所以在那个时候实际上 我整个人可以说就是蒙了傻了 完全就是 不知道就是这个世界原来如此 原来是这样的 我无法就是把我自己和相应的这些事情 一下子联系在一起 但是呢所有的这样的事情 就在我的内在的意识当中 就这样的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展开了 刚才这位朋友您说到就是我已经很有学问了 为什么还要信这样的一些事情 这个并不说是信 是你自己的内在的经历 内在的世界 向你开启的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或者说他在帮你回溯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你 那么我打一个比方 就是说 这就像一个苹果 我自己吃到了这个苹果 那么我知道这个苹果是什么滋味 当你没有吃过这个苹果的时候 无论我怎么样跟你讲 你都不知道 那么这个苹果是什么滋味 所以说只有你自己吃到了这个苹果 你才知道这其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和经历 这个其实个人的体验和理解吧 如果你认为是骗局呢 那就是骗局 那么就是随缘而定就好 这个不一定非要就是给出一个 所有人都接受的一个答案 我的经历也只是呢 就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如果你接受的话 那么我觉得那就接受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你认为是骗局的话 那你暂时就认为是一个骗局就好 那么刚才这位朋友最后呢 打出的这句话 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就做好这个世界的事情 那么下一个世界要做好下一个世界的事情 那么我想告诉你的一句话 在我的体验当中 那么就是说 我所接受的一切就是为了当下的这个世界 也是为了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所以这个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有联系的 并不是说没有联系的 那么当你的内在意识到这个关系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接受它 当你内在呢还没有准备好 就是接受这样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世界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拒绝它 所以这个呢没有对错 那么按照你自己这个认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去做 或者说去选择就好 在我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边呢 可以说给到了我这个大概两年的一个准备的一个时间 然后呢就是让我去接受 或者说去慢慢的转化 就是我所体验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因为在那个时候告诉我的一些事情 我真的是无法去理解 也无法去完全的去 去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不接受 或者说我排斥 其实已经都没有任何意义 我已经在我的内在体验当中 完全感受到了所有的这一切 所以说我需要时间 去慢慢的去消化所有的这些东西 给到我的所有的这些信息 所以这个呢就是可以说这两年来 我就一直呢在开始呢 就是看各种的灵性的信息 包括呢其实可以感受的各种不同方面的这个灵性圈子 在我被开启之后 我陆续就开始认识和接触到了 就是有关灵性以及灵性圈子的一些人 那么其实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 我逐渐认识到了一些人 在和一些人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我也就是了解到了 像我或者说与我有类似经历的人呢 并不止我一个 那么就是说至于他们是被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团队去开启的 我并不清楚 但是呢我已经知道 就是像我这样呢 直接被开启的人呢 这个不是第一个 包括呢可能我说的这个 回到十一维度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不是第一个回到十一维度的人 我想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那么在我就是 整个的这个开启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给到了我很多的信息 同时呢也给到了我 对于之后我要做的一些事情 保证我能够完成这些事情呢 一些就是用我被开启的时候 所提到的 那就是说我与生俱来 与生俱来会帮助我 会帮助到我的一些这种法器 它已经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与我的身体就是自然的 就是连接在一起 那么不是物质化的 也是从高危的这样的一种 就是存在体 那么直接与我的生命 与我的身体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些呢 它会保护我 并且会时刻呢 就是保证我能够以这种 正向积极的一个态度 去面对就是未来所有的一切 在我认识到的一些人里边 我就是曾经 偶尔的就是提及到 这样的一些事情 因为给到我的一些东西呢 我自己其实 到目前来讲 我还并不能知道 就是我到底要怎么用 或者说怎么 什么时候用 这些呢 就是说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问到过 与我有类似经历的人 包括我的引导人 那么其实后来呢 我知道实际上这样的人呢 应该说可能 每个人都会被给到一些这样的 可以称为自己的法器 或者说可以称为自己的一些 对自己未来要做的事情 直接有帮助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应该说是每个人可能 针对每个人的这种特点 和所要做的事情 是都会被授予 这样的一些东西的 所以呢 这个真正就是 有相应的这个工作 我其实不想把它称为一种使命 我想用工作这个词 应该说是更客观一些 因为实际上 这个也的确应该说 从高维的角度来讲 也是我被给到的一份工作 那么要求我来去完成 去做这个事情 当然对于地球上 我们普通的很多人来讲 意味着好像 这就一种神圣的使命 那么有这样的使命的人呢 不止我一个 我知道的人当中 已经就是逐渐的在 在开始意识到 或者说在以不同的方式 开启 意识到就是自身灵魂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在我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呢 可以说陆续开始感受到 很多很多灵性的这种知识 开始的时候 是我没有办法完全理解 直到呢 就是我最近 其实我真正的 对于这些信息的整合 和比较就是好的一个理解 主要是在今年的这几个月 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边 我大部分的时间 可以说是在平复我自己的 这种内在的情绪 还有呢 就是内在的一些 这种基础的一些认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实际上 平衡自己内在的情绪 实际上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那么这个平衡呢 也是我释放 我自己内在的压力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方式 其实就是哭流眼泪 尤其是在我之前 就是第一年 特别是前半年的时候 这个人可以说 整个就是泡在眼泪里边过来的 就是完全不明白 不了解 所有的这些这些事情 不理解 就是那个世界 虽然它已经完全呈现给我 但是我无法理解 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在这里 也是非常感谢 我的这个临婚家人 我的指导团队 他们一直在 以他们能够给到我的 让我能够理解 和感受到的方式当中的 陪伴我 让我逐渐的去理解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情 他们在我的生活当中 给到我的就是每一个信息 就像就是我的家人 就是现实当中的家人一样 或者实际上 他们比我现实当中的家人一样 给这个还要亲密 给到我更多的这种温暖 那么这是我的 就是经过第一次的催眠 那么就是我在认知和意识上的一个 彻底的改变 那么这是可以说是一次特定的这种催眠 有特定的催眠师 就是为我引导的这样的一次经历 前两三天的时候 实际上我又开始就是遇到了另一位 就是催眠师 或者说他也是我未来的一个队友搭档 那么就是进行了一次催眠 我呢到现在为止可以说进行了两次催眠 两次催眠呢都是特定的就是催眠师给到的 所以也就是说有我自己的经历 其实我也在想催眠催眠师 那么实际上也都是彼此有机缘的 那么你能够催眠到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催眠的经历 也都是个人的一种业力一种关系 所以我接下来要讲的 那么有关地球扬升的事件的信息 或者说我个人到目前的一些理解 可以说呢 绝大部分是与我个人的这种开启过程当中 给到的信息有关系的 在我被开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可以说直接告诉我 这个宇宙是分为十二维度的 这个我呢就是可以说之前没有任何的了解 或者说理解 我也就直接把它就接受过来 那么认为宇宙是分为十二维度的 那么这整个的这个最高的这个管理层面呢 是在十一维度 我的灵魂被初创就是在这个十一维度呢 就是创造出来的 之后呢是经过了很多次的这种降维 分别以不同的生命形态 那么进入到不同次级宇宙 星系当中呢进行灵魂体验 然后在最后的一站呢 是来到太阳系 那么在太阳系我的工作呢 实际上就跟大家已经在每天谈到的 这个事情有关系 就是帮助地球的养生 完成呢天人合一的这个实验 同时呢就是消除过去 因为各种不同的银河大战 所带来的各种的负面力量的这个影响 所以大体呢可以说这个是我来到这个地球的这个工作 是这么几个方面 那么具体要涉及到的领域 那第一个呢就是文化思想的这个整合这个层面 这个里面呢 它就是特别就是为我呈现出来有关宗教的这个关系 那么就是它以很简洁的方式 就是告诉我所有的宗教 那么它的神佛实际上呢 就是都是处在同一个能量维度的 当然所有涉及的这几个领域当中呢 不是我一个人去做 是这是有一个团体 这个有一个团队或者说 或者说很大的一个团队来共同协作去完成这些事情 那么在我催眠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指导团队对我的一个叮嘱 就是一再的告诉我 尽管你的灵魂来自于最高的 这个很高的一个维度 但是今生在地球 你就是地球人 这个也就是刚才回应到了上面的那个朋友所说的 既然在地球 那就说地球上的事 所以我的这个指导团队给到我的一个信息 也就是说 今生在地球 你就是地球人 那么来自于高危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不能成为自我膨胀和骄傲的资本 你就是呢 普通的地球人 要以人的方式活出神的风采 将神的无条件的这种大爱呢 传递给所有的生命 这个就是我的指导团队呢 在第一次就是 我回去的时候告诉我的 一再就是告诉叮嘱我 就是要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那么就是说 这一世 我是地球人 我就会以地球人 地球上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去呈现神的这样的一面 神的风采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 我觉得 无论我有什么样的 在宇宙高维度的这样的一些接触 那么作为我当下 在这个微信的这个圈子里边 为大家就是分享的这个人来讲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地球人 与我们大家呢 没有任何的区别 在我这个被催眠 第一次催眠的过程当中 他们给到我的一种感觉 或者说我的指导团队 让我体验到的一种这个感觉 那就是与生合一的这种体验 那么在那个时候 我知道我体验到的那样的一种 完满这种喜悦快乐 是源头的这个造物主 造物之神 让我体验到的一种 这种感受 用语言讲起来 实际上是 无法说得清的 只有你自己亲身经历过 合一的人 你才能够知道 他会带给你的 是什么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不想用语言呢 去讲述太多的东西 当你真正有一天 体验到了什么是合一 你自然会明白 这种体验是什么 另外呢 就是还有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团队 的确呢 在 因为我 通过我自己的这种体验来讲 就是 我直接链接到的这个维度呢 是可以说是 很高的一个维度 那么来自于这个 最高维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在我们当下的这个 灵性信息 或者说通灵的状态下 是很少的 那么 真正高层的这种管理呢 它实际上不会 就是 直接通过某些管道去给到 去给到什么样的一些信息 而是呢 实际上直接给到相关的人 或者用中国的一句 原来的这个 传统的话 这个叫就是天机暗寿 也就是直接通过你的高 我会给到你 所以在 这个过程当中 根本就不会存在说 会 有某些 这个 高维的什么什么人 然后来到这里 把他的一些 什么样的这个观念 或者说方法 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做法 通过某一个人 然后让某一个人去做 不可能会出现 真正高维的管理 不可能是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的 所以他会把相应的 需要你做的 那么直接给到你 当然就是说 这个是在你已经完全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情况下 那么他会直接把非常具体的一些东西呢 就是会通过 通过某种方式传递给你 这个里边呢 就是当最初的时候 信息给到你的时候 在接下来这个体验 它是会让你自己去寻找 所有一切的答案 而不是说把所有的一些信息会 就是给到你 对于我来讲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 我的指导团队 给到了 我自己具体的一些 工作的这种方面 以及要工作的这个 需要学习 需要这个了解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之后其实他们就 很少呢 就是会直接的明确的向我讲述 或者说告诉我一些什么 这个过程当中 它都是让我自己 给到我一些经历 让我去经验一些东西 体验一些东西 在这个经验体验的过程当中 让我去体悟悟到 就是我自己可能在当下的这个状态 就是可能达到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会很明确的 就是向我经历的这个过程 很明确的告诉你 你要做什么 但是呢 就是在你当下的这个状态 然后呢 你要做到 你要做的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是不会很直接给到你什么的 也就是说 他会 他不会剥夺 你在这个 意识能量层面 就是说要去体验和 这个经历的任何事情 那么他所有的给到你 让你教给你的 就是去体验 那么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 最初是我一个人 因为我在我的这个层面 其他的我根本不认识 不知道呢 就是要怎么去 去跟这个相关的人 去去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 这个方式是什么 其实就像前面那个朋友出现的 如果还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 就接受 或者说听我讲这些东西 一定会把我当成神经病 所以我的所有这些东西呢 其实应该说都是讲给这个 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来听的 这种高维或者说高我呢 他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指导 指导的这个方式和他的一些特点 我可以说是在近半年多的时间里边 尤其是在最近的几个月里边 我呢开始就是完全能够明了和知晓 就是他们就是背后运作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我就逐渐感受到了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高我在帮助我们不同的灵魂 或者说不同的团体 就是在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尤其是在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我认识的一些人里边 那么已经感觉到我们是有共同 要做的一些这个事情的这样的一种感知 这种感觉呢 就是实际上是高我呢 通过他们的这个维度 让就是有缘的这些灵魂 不断的在当下的这个时空点呢 就是相遇 然后呢 彼此呢 去感受感知 找到了共同的这样的一些特点 那么逐渐呢 就是让这个团队的一些成员呢 互相呢 通过这种方式去彼此认识彼此 然后在高我的这个指引下呢 逐渐的就是确定最终的这个团队的成员 然后呢 建立我们将来就是要 要共同工作和共同呢 去就是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所以这个呢 就是在最近的这个一段时间里边 这种感觉已经是越来越明显 而且我们团队的这个成员呢 而且这个团队当中的这个成员 也逐渐的就是出现并确定下来 所以这个团队呢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建立起来 而且指导团队的这个大师呢 也基本上在我们催眠的 在第二次催眠的过程当中 已经就是可以说告诉我们 也已经在场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呢 会可能很快呢 就会建立起来 那么关于地球扬升事件的一些 非常可能具体的一些说法 在我们的第二次催眠的过程当中 也是进一步得到了这个确认 那么这个扬升可以说 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大概就是从三维的地球 到五维的地球 那么也是要在各种不同力量的这个引领下 进行这种扬升 这个扬升呢 就是应该主要针对的是地球上的一些原生的灵魂 因为他们原生的这个灵魂状态 灵性是维度比较低的 经过了这个上万年的这样的一个进化和引领之后 希望在这次呢 可能有更多的原生的灵魂呢 意识到这一次事件的这个意义 然后呢 达到他们对灵魂灵性这个层面的一个 近代死的时候是吗 有些人就说就把批在批那个批揍道士的时候是吗 还不是照样想把道士的东西拿出来 他说你们这种臭道士 愿可宁愿把它带进棺材也不放出来 所以说很多老一辈有真功夫那些 很多人也是不存在的 都已经 哎 学学东西却是绝教的东西也很多 我也亲自见过我们老家那边 学绝后的东西 他的儿子过季了给他叔叔家 去他叔叔家就好 那么在地球的第三维度到第五维度的这个 扬声的同时也会出现呢 就是高于五维的这样的一个扬声 那么高于五维的扬声呢 就是我们扬声的一个就是阶段 可以说直接回归源头 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要在各种不同力量的这个引领下 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呢 实际上可以说主要是会针对呢 来自于那些 原来就高于三维星系的这种不同的灵魂 当然这个里边不排斥呢 就是说地球原生灵魂当中 他的意识水平已经呢 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如果就是他们达到这样的一个 就是意识状态的话 那么在这个扬声当中呢 就是也同样可以直接的回归源头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扬声 它是维度的这种提升 不是按照在其他的一些稳定 维度比较稳定的这个星系的生命体 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按照足迹递增的这个顺序 这一次呢 就是这个维度的提升 不一定按照足迹递增的顺序 会根据每一个个体意识的 这样提升的一个状态 直接呢 在最后的这个事件 终结事件发生的时候 直接进入呢 相应的这个维度 也就是说 你可以借助于这样的一次 这个炼狱般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修行 越级养生 至于说到最后 你能够越级级 这个是完全自己说了算 也就是完全要靠你自己的修行的程度 说了算的 那么这个 在设计到地球之上 或者说在地球之外 那么帮助或者说 观望地球这个整个状态发展的这些 灵魂体 或者说星系的 星系上的这些 这个朋友来讲 那么实际上都是 一次 养生 那么这个里面也就是说 不仅我们涉及到地球的原生灵魂 也涉及到呢 其中观设到各种不同维度 或者说来自不同维度的 我们称之为神 仙 甚至魔的这种不同的灵魂群体 那么扬生之后 会根据各自的这种意识能量 进行重新的定位 进入到呢 各自相应的这种维度 去继续选 自选也好 自己选择自己所要进行的下一段旅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也有点像中国的这个神话里边所提到的 就是重新封神 大概有点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事件当中 并不是仅仅涉及到了我们地球上的 这样的一些生命 那么它包括呢 就是所有关注 或者说希望帮助到地球的 这样的一些外星的这种星体 生命体 那么都是一样 其实他们的帮助 应该说在这次养生当中 也会帮助他们自己 养生到更高的一个维度 所以所有的我们是一体 但是在这一体当中呢 就是涉及到各种不同的环节 不同的层次 那么在这里边呢 就是说所有的人也好 神仙也好 都是一种炼狱般的这个历练 那么这两个阶段呢 它不是说先后顺序 而是呢 这个互相渗透的 在最后终结事件当中呢 应该说可以是同步完成的 所以呢 我们当下所经历的 的确是一场呢 前所未有的人神共舞的大戏 那么在这场大戏当中 实际上它的导演 那就是源头 最高的这个管理层面 但是呢 就是最高的管理层面 进入到这场大戏当中 一直是以一种秘密的方式 不为这个人所知的一种方式进行的 就到最后的阶段 那么涉及到这个层面的一些灵魂 才会逐渐呢 就是明了 然后呢 走到台前 所以说呢 这个很多的灵性信息里边 根本无法 所以很多通灵或灵性的信息里边呢 是无法这个获知这方面的任何信息的 这方面的就是 其中涉及到的相关的一些人 那基本上都是有特定的这种 人特定的这样的一些通道管道 就是来来完成的 不会以呢 就是人们所想象的一种方式 或者说以人的一种思维 就是去去思考的一种方式 去去呈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 刚才我已经在前面给大家分享到了 就是说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呢 高我直接 就是链接你 那么或者说你链接到高我 高我会直接给到你相关的一些信息 而不会通过 任何其他中间的环节 给到你相关的一些信息 那么当然在 这个明白自己的一些使命的人当中 一些信息会通过催眠 一些信息的确认 护证会通过催眠 会通过互相的一个讨论 对一些问题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 这种体验 是在高尾的 也就是你的高我的这种 或者指导团队的一个指导下 那么进行一个互相的这种体验 在这场大戏当中 最大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互相的协作 所有的信息 无论是谁 给到的都是 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另一部分的信息 必须要与呢 就是相关的人 或者说 这个相应的 与你能够有对接的人 在互相的这种交流 互相的这样的一个 催化的过程下 就是把相应的一部分信息 完整化 所以这个过程 它是体现了 就是互相合作的这个特点 所以在这场大戏当中呢 并不是说 我是一个普通人 这么大的事情 与我没有什么关系 也许呢 地球的这个事件的发生 可能与我这一世 没有关系 实际上我觉得 通过我的分享 如果你认可或接受的话 你应该能够感受到 那么我们所有的人 也许今生 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世 所以在这场 最后的人生共舞的 这个大戏当中呢 各自寻找我们 各自最佳的位置 完美的创造 这个宇宙完美的创造 由你会更精彩 这事呢 就是我自己呢 根据我个人的一些 经历和体验 那么对于就是 扬生的这个事件的 一些简单的理解 我把我呢 能够在当下的这个 时空点分享给大家的呢 就是简单的分享出来 希望就是说 能够帮助到 能够帮助到的每一个人 当然这也是我呢 尽管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也是只代表了 我在我的这个层面 能够理解到的 我希望呢 能够有更多的这些 不同经历的人 把自己呢 就是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呢 分享出来 让我们对这个事件 有一个更加客观 完整的一个解读 能够呢 对我们未来的 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提升 以及灵性的修行呢 有更好的一个指导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在第二部分呢 要为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 下面呢 就是我就简单聊一下 有关高我和指导团队的链接 这方面的问题 实际在刚才 我在讲述上面内容的时候 也已经呢 多少涉及到了 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因为我自己个人的 这个经历和体验不一样 所以呢 我与高我和指导团队的链接的 这个过程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体验呢 可能也是与很多人呢 不一样的 当我第一次呢 被催眠开启之后呢 就是我的内在意识 就直接与我的指导团队 管理团队呢 就是时刻呢 保持了一个内在的 这种连接的关系 所以呢 他们会在任何时候 就是我随时有问题的时候 会给到我 我需要体验 通过体验 所要明白的一些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会根据我当下的那个状态 让我去经历或体验一些东西 基于我呢 就是通过体验 自我的体验 来进行这种意识的校对和引导 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是允许呢 去犯错误的 因为错误本身呢 就是一种对意识的校正 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呢 在处于这个修行状态的情况下呢 那就是说 你要保持时刻的一个敏锐的觉知 沟通的这个途径 与高我链接沟通呢 就是我的这个体验 那就是直接的这种意识感应 或者说心灵感应 那么我想 或者说其实在我经历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已经很明确的感受到 我所有的一切 其实从始至终 包括我来自 来到地球上 这个二百世的这个轮回当中 我的每时每刻 其实都在我的 指导团队的这个 关注之下 我都是在他们的目光里边 一点点的去体验 去感受 我所有的一切都在他们的注视之中 这个其实就有点 像我就是想到了 这有一个美国的电影 叫这个楚门的世界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是处在像楚门 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 与高我链接呢 这个他们表达的方式 就是在我接触到的这个方式里边呢 是主要以画面为主 也会用语言 是会用到你能够接受理解的语言 就是来给你 传递一些信息 当然我的这个里边呢 画面是占有一个主要的这种成分 他们表达的特点就是 有一些是会直接传递给你 但是我觉得好像除了最初 第一次催眠的时候 就是他们通过一些方式传递给我 直接传递给我信息 到后边呢 有一些最初的信息是会直接给到我 我要因为这个要我要去问 我有很多问题会去问 问的时候 他们有的时候会直接给我一些答案 但是呢 越是到现在 可能我已经熟悉这个状态了 当我他们觉得可能我已经熟悉这个状态了 所以呢 现在基本上呢 对于信息的传递和接收的来接收的情况来讲呢 间接的就是就非常多了 那么这种方法里边 原来的个人体验 当然也还是一部分 这个时候就会 间接的这个方式里边 会有就是他人的一些 这种话语 那么一些事情 都会成为对我开启的一个催化剂 那么还有呢 你看一些语言文字 一些灵性信息 灵性的书籍 那么这些呢 实际上都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呢 就是开启我 或者说让我感悟到更多的东西 另外还有呢 就是群体的这种学习 包括我们当下在这个状态下 在这个微信群里边 这样的一种分享的状态 那么就是你能够 电接到什么样的信息 在你的意识当中 能够就是有什么样的意识的一种 直接的反应 或者说有一些 你认为啊 我想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你想的每一个这个意念 每一个意识的出现 其实都是你的高 我给到你的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层面 他给到你的信息 是各种各样的 有的时候是会非常明确 有的时候 他就根据你当下 能够理解和接受到的信息 可以说直接就转化成了 你自己认为的 你的想法 你的这种观念 但是呢 就是实际上我们要明白 你所有的一切的想法 和你的一些 你认为的这种观念想法 其实全部都是在 高我的这个运作的情况下 给到你的 另外呢 就是高我的层次 实际上它是一个多层次 多维度的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高我呢 实际上你是有多个的 那最典型的呢 就是你有一个离你最近的一个高我 一般呢 我们人链接到的第一个高我呢 那大概就是以你呢 自己当下的这个意识程度 高出三个维度的 这个神性的自我 它这个是你呢 当下就是与你联系最直接的 这样的一个高我 随着你的意识的这种提升 你的高我的层次呢 它也是在向上 随着你来提升的 它有点就是像我们 说的这个水涨船高 你的意识提升了 你的高我呢 自然会随着你的意识呢 就是向上去提升 那么提升 当然呢就是 最好的 最大的一个高度 就是接近源头的 最高的高我 那么就是 接近源头 这样的一个 就是高我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的高我的层次呢 它是 这个不同的层次 那么还有一个呢 它有可能是 处在多维度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灵魂体验呢 你的维度不一样 或者说 你在过去 不同的 过去的维度 或者同时 你的灵魂 可能还在 同一个另外的平行世界当中 就是去 去体验 所以这个呢 那么 在 你任何一个体验的状态之下呢 那么你都会有一个高我 与你进行链接 两种状态呢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它是 也可以理解成呢 是一个 就是 高维度的 我们 就是 大部分人呢 在 第一次 链接 或者说 你能链接到的高我呢 就是你的这个 与你最近的 这样的一个 高我 随着你的 状态的提升 这个我不知道 是不是 所有的人 会是 这样的一个 路径 那么 但是呢 因为我知道我 我自己呢 是 现在链接着 我的两个高我 一个是 离我最近的 一个高我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 接近源头的 这样的一个高我 我的两个高我呢 就是同时 对我进行 就是 指导 在 可能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阶段上来讲呢 就是 进行这个 指导 那么 我知道的 在我了解的 这个 人当中呢 那么就是 有 链接到 两个 甚至可能 多个 高我的 这样的一些 人 目前知道呢 人数确实不多 但是呢 确实是 有这种 状况存在的 比如说像 就是 生命之花 这个课程的 就是 传递者 那么 美国的这个 德伦瓦洛老师 他呢 就是 链接到的 两个高我 那么 他的这个 指导的 养生大师呢 是 透特大师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就是 透特大师 指导的 另外的 一个 就是 神秘智慧学院的 那个 若曦老师 他也是 就是体验到了 可能多个 高我 对他的指导 所以呢 就是 这个是呢 我知道的人当中 就是有多个 高我的 所以 这是呢 就是我知道的 就是 在我 认识到 或者了解到的 这个层面呢 链接到 就是 两个 或者说 多个高我的 这种情况 所以 其实呢 就是我们 对于高我的 这个 理解 应该说 我希望就是 我分享的 这些内容呢 帮我们呢 能够 在理解高我上呢 更丰满一些 或者说 更 更深一些 就是理解高我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状态 那么 练习 链接高我的 方法呢 基本上就是 修心 冥想 打坐 共修 那么目前 在我 就是 感受 或体验的状态下呢 好像就是 主要是在 这几个方面 当然每一个人的 体验和经历 不一样 你链接高我的 方式呢 也会非常的 多样化 就是 寻找你自己的 链接高我的 最佳方式 就可以了 当我们 越深入的 链接到 高我 和我们的 指导团队的话 我们就 越能够 感受到 这个游戏的 一种乐趣 这真的是 一场 智慧的 灵魂之舞 我们 从始至终 要践行的呢 就是在 协作 合作当中 去寻找 爱和智慧 这是源头呢 赋予我们 每一个 个体生命的 一个使命 也是我们 每一个灵魂 被创造 支出的 一个内在 规定性 无论呢 你与源头 分离了有多久 你走出去了 有多远 你的宿命 永远都是回归 或者说 我们的 所有的体验 生活 活着的方向 永远都是 回归源头 所以在 我所体验 和理解的 所有的这些 这个经历的 基础之上 那么 对于 当下 修行的理解 就是我们 我们当下的 这种灵性的修行 与之前 任何时代的修行 和宗教的 引导都不同 那么这个 最大的差异 就是我们要 直接链接 我们自己 内在的神性 回归本源 这是我们 就是 唯一的 一条出路 唯一的 破除 就是所有的 这种 无名 执着的 各种的 这样的一些 这个问题 二元性 对立的一些问题 直接内在 链接你的神性 回归本源 可以 根据自己的 因缘 关系 去选择 链接 不同 宗教当中的 一种正能量 的意识 但是呢 我们又要 非常明确的 意识到 不能局限 以各种 就是宗教当中的 标准和约束 因为当下的宗教呢 它已经不太 完全适合 宗教当中的 有些正能量的 东西呢 依然是有效的 但是呢 它规定的 各种的条条 框框 实际上是 不适合当下 我们的这种 个体化的 一个修行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 遵循一定的 这种宗教 汲取当中的 一些正能量的 意识 但是呢 又要真的是 不要局限 各种标准 或者说一些 这个仪轨 或者说某些 固定的一些东西 对你的约束 那么如果有的人 觉得我们 我不需要 借助于宗教当中的 正能量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不遵循 任何的宗教 就完全按照 自己的这个状态 去寻找呢 适合自己的 一种修行方式 所以这个是 完全一种呢 就是个性化的 一个 扬生的 这么一个 时代 与高 我的链接 觉知内在意识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呢 都是平等的 我想我分享这些呢 实际上并不是说 炫耀啊 或者说是怎么样 就是让大家知道 我是我的原来的灵魂 或者说我现在 内在链接到的意识维度 是达到了一个 比较高的层面 其实我是通过这种分享的 想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在今生今世 我们就是地球上的人 我们要以普通人的方式 活出我们自己的风采 但是呢 我们不需要和任何人去比较 因为在这个里边 没有任何统一的标准 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链接自己的内在 内在神性的那一部分 寻找到我们自己 最好的那个部分 寻找我们最好的自己 把我们自己提升到最好的 按照我们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特征也好 或者说自己的状态也好 那么去提升到自己的 最好的意识状态 那就是最佳的扬升 所以在这里边 没有任何统一的标准 这是一个绝对个性化的 一个扬升的时代 那么寻找最好的自己 那就是你的路 所以 所以呢 链接你内在的高我 去寻找你内在灵魂的 一个出处 这个可以说是 在当下的一个灵性修行时代呢 就是如果你意识到了 你应该去寻找 你内在的真正本 这个灵魂创造的那个层面 去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知道你自己是谁 你来自于哪里 那么在我们这次的修行当中 你又会去到哪里 所以这个我觉得链接高我 链接你内在神性的这部分 是我们每一个觉知觉醒开悟的人 必须要去经历和体验的一部分 那么当下的这个时代 所有的一切不是通过任何二手的资料 间接的就是给到你的所有的内在的一手之一手的资料 全部在我们的内在自我当中 开启它 扬升它 那我今天呢 就是给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呢 就这么多 明天的话 我会把下面的就是涉及到可能 灵性修行当中 我意识到的观察到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在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呢 在这段时间里边就是 聆听我的分享 希望呢 就是能够帮助到有缘的人 您觉得我的分享呢 对您有帮助 这个是我 就是非常 或者说我的分享的一个目的 非常感恩 那么如果您觉得我的分享呢 就是没有帮助到您 其实那也没关系 您觉得哪一部分 或者说谁的分享 对您 当下呢 能够支持到您 那您就按照自己的状态 去了解 去学习 去提升自己也好 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提升是我们的 这个提升呢 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方式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这个路径 我们殊途同归 最终就是我们的目的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最终回归源头 合一 好 非常非常感恩 我们的宇润风和老师 给我们讲了 一个 他整个的生命历程的一个改变 包括他和宇宙空间 上围空间的一些的接触 那么咯 今天为什么会选到我们的宇润老师呢 来做这个分享 因为他当时前面几天 还在全面发言 我觉得他的态度很中肯 而且呢 他的表达方式 他的文化素养等等 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一个 在这方面还很浅显的 一个家人来说 面对群里面各种各样的消息 各种各样门派的消息 说实话 我已经自己好像都蒙了 我无从选择 所以呢 我也希望有一天 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去想 告诉我我想要的 我未来的一个方向 还有无论怎么样的讲解 我们的宇和老师是由他亲身的感受 再加上我们的宇和老师 本来就是一个大学老师 他有比较深厚的文化功底 由他来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 来给大家分享这一些 我相信说服力也好 让大家得到的一种启发会更好 另外呢 强调一点 如果你已经接触了 你觉得宇和老师今天给你的分享 给你带来帮助的话 你就去倾听 去倾听 去分析 去那个成长 那如果你在这方面 你还没有这样的感悟的话 你可以当他是一个类似风神榜的故事 看完以后 听完以后 一笑置之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争论 也没有必要去讨论 大家说对吗 讨论是指基本同情 听得懂 如果就像一个鸡和鸭 讲话 那真的是没有 没有必要讨论 而且我们宇和老师的时间 也比较的宝贵 因为现在身体还在调整中 身体很虚 有时持不达意 好像讲话也比较的费劲 感谢观看